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应的五脏六腑气血最为旺盛 若某一脏气发生病变 相应的时间内就会不明原因地醒来 三 肝脏异常 若总是凌晨一点到三点醒来 这种情况持续两个星期以上 很有可能是肝脏发生病变 由于肝脏上没有任何痛觉神经 所以不会有任何疼痛感 还需进一步去医院做假胎蛋白和肝脏超生检查 四 心肌缺血 睡觉前时间段由大脑皮层所抑制 身体过度疲劳时虽然已经睡着 但身体功能却失调 心脏工序不足进而影响大脑工序 大脑皮层过度兴奋从而影响睡眠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其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